我要怎麼寫才能夠讓你喜歡上 現在的新歌 是 其實很難 所以現在寫這些新歌是怎樣 是給你小孩聽的 啊 欸 喂 這個世世代代 我覺得不管是新歌好 不管是舊歌好 主要是我寫的歌 都好 好 周杰倫直播把其料化 我寫的歌都好 劉根洪刷1314被真乃進攻 像這一次大家等你的專輯 其實等很久 重職不重量 有些人會說這個六年寫六首歌 我想說 誰跟你六年寫六首歌 這寫的歌不是歌嗎 歌中之歌說的是 18號的直播 咱們周董呈上可以說的秘密 包括曝光周遊記第二集預告 以及將會舉辦顯賞歌友會 連劉教練都帶驚喜來囉 新歌聽過了 不錯 我就馬上 還是他那副歌我幫你翻證 沒問題 你夢沒得太冷酸 你歌詞出太慢 只是向你熱鬧 出自我無憂 踢箭子 他是不是應該要去踢箭子比較適合 對 好好的去弄本草綱目 比較適合 本草綱目 對… 很多人還以為本草綱目的舞是他編的 不是 好像以為他曲子他唱的會不會 對啊 怎麼搞的 本草綱目在那邊踢 我改詞 不用… 不用… 關小張 別拌起來 不可能… 不可能… 我這到時候踢起來 人家真的以為本草綱目是他的歌曲 最大的作品我好像也有看他跳 也有看他跳 對 然後我後來就沒有幫他PO了 再PO下去變成最大的作品 變成真的是他的歌 又…又是他的 說好的減肥呢 劉教練還直接刷了一三一四杯針奶 歌空喊話 今天送的奶茶合夠了吧 兄弟真的想你了 我願意再幫你變裝 對啦 如果粉粉們有奶茶配上 聽不完的新歌就絕配了 我現在說這個又太糟了 希望… 每年出一張 希望 希望每年出一張 只是希望 如果不行 那我就單曲 這些新歌應該還可以夠擋個幾個 對 你看看 大家都一直在講 看看自己喜歡的歌曲 都在跑著 然後這個名字對不對 對 他的睫毛 給我一首歌的時間 對 那左邊的不用拍 這個先… 我跟你講 當然很多人也很喜歡老歌 老歌其實它多了一種韻味在 比如說你是在學生時 在聽我歌的 是… 你當然會覺得 現在的新歌跟以前的舊歌比 差很多 因為多了什麼 多了一個懷舊 所以你再怎麼樣寫什麼新歌 你說都敵不過 你以前聽到的舊歌 我要怎麼寫 才能夠讓你喜歡上現在的新歌 是… 其實很難 所以現在寫這些新歌是怎樣 是給你小孩聽的 啊 欸… 喂…這個世世代代 我覺得不管是新歌好 不管是舊歌好 嗯 只要是我寫的歌 都好 欸… 是不是 怎麼樣 aden… wrp 感谢观看